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轻松甩肉肉 秋衣帮以兽 我们今天回答一个养生保健的问题 有人说这个维他命C可以预防感冒 甚至治疗感冒 维他命C真的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吗 所以邱医师今天要帮大家适宜解惑 的确在我们比较年轻 像邱医师大概在怎么讲呢 就二三十岁的那时候 的确我们在得到的讯息当中都有说到 好像吃维他命C可以减缓 减少感冒的严重度 或者缩短他感冒的时间 那这种说法呢 其实他是在1970年代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维他命C 这个帮助感冒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是后来一直有研究呢 到了2007年呢 科学家研究就发现说 他们呢综合的过去发表了六十几篇的医学文献呢 做一个比较严谨的这个研究呢 发觉说其实啊 维他命C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对感冒有帮助 就是呢你每天吃吃一整年 那么呢这样的情况底下 那么得感冒的时候 他那个感冒的时间会缩短一点点 举例来说我们一般大人一年平均哈 大概感冒的时间会有12天在感冒 听懂这意思哈 平均值有人或多有人或少 那么小孩子比较多一点 小孩子比较容易生病 所以小孩子一年当中大概有28天 会有感冒 这样的一个症状 好如果这个人呢或者这个小孩 他整整年都在吃维他命C呢 大人呢可以从12天呢 缩短到11天 11天 那小孩呢可以从28天呢 缩短到24天 好那么如果呢你今天开始得了感冒了 再开始补充大量的维他命C 有帮助吗 这个是重点对不对 大家希望知道这个 答案是NO 一点效果都没有 听懂吗 所以大可不必说 哎呀我现在感冒了 我就开始买一堆什么 这个猴片啊 含维他命C的什么 来冲泡这种的 没有必要 因为科学生证实了 一点效果都没有 听懂这是吗 甚至我们想说如果你 平常如果补充足够的蔬菜水果 对不对 或者是这个啊 比如讲说柑橘类的水果 包括橘子 包括柳橙 包括这个柠檬 这些东西 你吃的都很均衡 你大可不必担心你的 维他命C是不够的 对吧 但是呃 maybe你在这个补充 维他命C的时候 喝了很多的水 哎补充的水分 或者多休息 其实啊这个才是 真正对感冒啊 有帮助 让你加速它 恢复的一个最有力的方法 所以维他命C呢 对于治疗或预防感冒 是没有用的 大家不要再迷信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邱振宏 邱医师福利的时间到咯 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多用 回复 新卡厨房四个字 我就会告诉你 越吃越瘦的独家秘方 还等什么 赶快关注吧